工作址 802 抛体运动 第二题 这题其实在一个乒乓比赛的情况 提供了乒乓球桌的长度 和球原本距离乒乓球桌的高度 如果打横桌摘出去 第一要求是问 如果要过到网 即是说不在网前击停 需要打横的速度是什么 第二就是过了网位过都可以 而不飞出桌面 打横的速度最大又是多少 因为它太大的时候是会飞出去的 我们先看第一 它要求是过网的要求 要求是过网的要求 我们可以想象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 这个就是起点 最重要是这个过到这点 所以SX 其实我现在画出来的这个长度 其实就是半张乒乓球桌的长度 半张乒乓球桌的长度 即是1.37米 而SY 就是由起点 这个就是SY 起点到这条线的高度 因为它提供了网是0.153米 所以这个就是0.25-0.1 所以答案 这个SX 就是SY 对不起 0.097米 这两个之后 这条是一条水平的抛体运动 所以我们就会看回 如果要知道的打横速度 SX 一定是UX 乘乘T 即是说 现在 SX 有 UX 是我们想求的东西 即是说 只要你能够找到T 出来 就可以 搞定 这个问题 怎么可以找到T 你留意 就是SY 是二分一的GT 二切方 即是说 刚才这个0.097 其实就是二分之一 乘以9.81 乘以T 二切方 如果在这里 这样看的时候 你塞一些数 进去 T 就将会是 0.1406 26 那么多秒 如果我将这个时间 塞入这个 即是说 1.37 就等于 UX 乘以0.1406 26 的话 UX 将会是 9.745136 如果三位有效 将会是 9.74 MS-1 所以 这条题目 只要能够写出 SY 和SX 然后 找回相应的公式 找到 T 好了 到这条题目的 是B part B part 就是说 它希望它过的时候 就要碰到 那个边 然后不要出界 如果是这样说 即是说 SX 这个是起点 这个是中点 SX 就是全张乒乓波台的长度 SY 就是乒乓波 原本和这个波台之间的距离 即是0.2米 刚才的方法 就是UX 乘乘T 如果我们找到T 就可以用1号式去计算 而SY 就是29.81 乘以T的二次方 于是 我们看回这条式 只有T不计 所以原来T 就会是0.2256762秒 大约是0.22秒 好了 就塞进去SX 就是2.74 等于UX 乘以0.22762 这个呢 UX的答案 就将会是12.1 MS-1